这事真是没完没了,康特他妈今天跑到老者的工地上闹事,还威胁说要让老者不好过,说是不会放过他的。老者遇上康特的这一家子,也算是倒霉倒家了。 停工,都给我停工。 康特他妈怒气冲冲地突然出现在工地上,命令工人们立刻停手。 老者呢?叫他出来见我,先别动工了,停下。工人们也是一头雾水,不知道这场的是哪一出。 老者这会儿出去拿材料了,一会儿就回来,你们这是在折腾啥呢? 干净的,都给我停下,别让我亲自动手,这儿不能开工。 工人们没大理,继续忙活,他们说这活儿不能停,水泥沙江一停就得凝固。 康特他妈语气急促又坚定,让工地上的工人立马停工。 他话里透了一股不容商量的劲儿,快点停下,别让我动手,你们不能在这儿干活。 可是工人们没听他的,还是自顾自地干着手上的活。 老者一听说这事儿,急匆匆地跑到工地上来,冲着康特他妈就问,你来这儿干嘛? 我这还得干活呢,你们快走吧。 康特他妈立马挥嘴,你不是也去我那儿捣乱吗? 我现在也来你这儿捣乱,今天谁也别想好过,我看你也别想开工。 然后俩人就扭打起来了,现场一下子又变得乱七八糟。 你这人怎么这样,讲不讲理呀? 那地基本来就是阿祖法的,你还好意思在上面盖房子。 老者气愤地说,我拦着你们不让开工,那是我愤怒的事,你倒好,还敢来我的地盘上撒野。 你信不信我一个电话叫康特过来,让他把你轰出去。 康特他妈和凯尔压根没把老者的话当回事,俩人还在那里纠缠不清。 康特他妈挑衅地说,打呀,你倒是给康特打电话呀,我正想找他呢,赶紧叫他来。 他接着说,今天你别想安生,我绝对不会让你这儿开工的。 你敢来我的工地闹事,那你就得付出代价。 面对康特他妈和凯尔的威胁,老者一点也没怂,继续跟他们扭成一团,现场乱成一锅粥。 康特他妈不依不饶地叫嚣着,打呀,你倒是给康特打电话呀,我正想找他呢,赶紧地叫他过来。 看看他们,从以前的和和气气到现在的剑拔弩张。 阿妩也替老者感到无奈,心想老者遇到康特这一家子,真是够倒霉的。 这个英国小蓝管,这按摩膏本来是阿妩的姐姐。 看见阿妩最近过度劳累,才推荐给阿妩用的,我也觉得不错,所以推荐给大家的。 它是胺糖软骨酥成分的,主要就是两个作用,第一个缓解疼痛,第二个补充胺糖。 比如说,你个关,你手关节,腕关节,或者你膝盖它有炎症会疼疼的时候。 你涂上去,它的发热效果会比较明显,因为发热,它僵黄成分会帮助身体擦的某个部位毛孔扩张,会把里面的湿气、寒气、疼痛给散发出来。 这么好的产品,阿妩真的很用心推荐给你们,在阿妩这里可以保证正品。 阿妩给你们做服务,真的很不错。 现在只要59块钱,买一送一,到手两瓶,阿妩已经上架到橱窗了,喜欢的粉丝们可以自选下单。 你别再来我们工地找事了,你再这么干,你那工地也别想安生,我能让你那儿变成废墟? 康特他妈撂下这话,然后和凯尔一道离开了呢。 阿妩橱窗有按摩膏,有按摩膏,有按摩膏,还有全是99块,29块,28块,9.9块的活动商品,快去看看吧。 多云